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才刚刚洒向魔都 看似平静的大上海其实暗藏涌动 一场线上抢菜大战正在上演 独自在上海隔离的杨二口显得有几分失落 显然他今天的战果并不理想 于是他便把视线转移到了第二战场 哎 家人们 我说咱们去里边 有没有人炭这个鸡蛋的 俺都好多甜 没有吃到蛋了 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有利于大脑发育 预防老年痴呆 保护势力 而这些都正是杨二口迫切需要的 哎 团长 安乡再问一哈 有没有人炭这个理发室的 安乡这个吸发水没有了 安乡间隔光头 这样不就不用吸头了呗 哦 安乡不是必须拼哈 那您还是给我先炭鸡蛋 谢谢团长 谢谢 由于对蛋白食物的高度渴望 固执的杨二口暗自下定决心 今天的早餐无论如何也要有鸡蛋的参与 于是他不得不忍痛割爱 拿出了自己珍藏数日的硬通货 可乐 在飞速发展的二十一世纪二十年代 物与物的置换 仿佛又把我们拉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 这是人类社会互帮互助的最温暖体现 时间来到了上午九点 他必须赶在大白叫到他们楼栋 做核酸之前完成这顿早餐 留给他的时间并不多了 杨二口相信 烹饪并不需要高深的技巧 只需要付出些许的时间和耐心 泡面 原本平平无奇的方便食品 今天杨二口是要赋予他全新的价值 喂 你干嘛 不能放调理刀 慌乱中的杨二口差点弄错了煮面的顺序 好在有邻居小五的提醒 他渐渐找回了感觉 隔离的日子虽说苦闷 却也成就了不少烹饪高手 方便面大火煮开 将其在锅中摊散开来 下入调料包 最后打入一颗类似满月的鸡蛋 要知道 这可不是一颗普通的鸡蛋 它还承载着可乐的使命 别急 没有葱花的泡面是没有灵魂的 抢菜运气始终不佳的杨二口 早就面临葱花告急 不过经验老道的它未雨绸缪 水培小葱 此刻的临时救场 让这碗原本就不普通的泡面 显得更加气宇不凡 人的迁徙促成了食物的相逢 食物的离合 见证了人的聚散 疫情虽然阻隔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但食物却建起了心与心的桥梁 餐桌上的一书一饭 舌尖上的一饮一酌 街坊邻里的互帮互助 总有一样 让我们感到无比温暖 哎 团长 安乡再闻一哈 能不能突然这个 2023年底念也反啊 啊 算过了 还有17个14天就过念了 你帮安乡想摆发呗 回头我给你拿点那个葱姜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